北京時間12月11日深夜3點 2022卡達世界盃一 四決賽將上演一場巔峰對決 三師軍團英格蘭隊正未免關軍閥國隊 說這場比賽是世界盃決賽的提前預演 也不畏過 英格蘭隊前面四場世界盃比賽戰敗 三勝一平 未嘗敗季 晉級之路走得順風順水 本場對陣高盧雄 雞法國隊 三師軍團 才將迎來真正的考驗 英格蘭世界排名第五 總身價高達13.5億歐元 在世界盃32強中獨領風騷 連身價不菲的法國隊都要自虧不如 英格蘭最近十年和法國隊交手過三次 戰績為一勝一平一負 可謂是棋逢對手 將遇良才 難分高下 毫無疑問 事關晉級世界 備辦決賽的生死戰 英格蘭主率索斯蓋特一定會全力以赴 毫無保留地祭出他自己心目中的 最強首發陣容出戰 門將位置上 自然還是主力 門將皮克福德 鎮守英格蘭球門 後防線上 不出意外 索斯蓋特會繼續祭出他最慣用的四後位陣型 大概率獲得首發的四名漢將會是 凱爾 沃克 盧克 肖 斯通斯 馬奎爾 其中 斯通斯 馬奎爾出任雙中位組合 而盧克 肖和凱爾 沃克則會一左一右出任編譯委 中場方面 毫無疑問 坐鎮英格蘭中後場赴澤蘭捷扫蕩的主力後腰會 是天才中場 蒂星德克蘭 賴斯 而和德克蘭 賴斯搭檔組成雙後腰組合的 澤英該會是炙手可熱的天才新星貝林厄姆 前場中軸線上 自然還是老隊長亨德森坐鎮指揮 領先英格蘭的整條進攻線 前鋒線上 當家封霸哈里 凱恩自然會繼續臨危壽命 頂在前場位三式軍團 衝鋒線鎮 而和凱恩搭檔組成前場 三叉集組合的澤英該會 是天才地心部卡約 薩卡和曼城太子福登 一老帶兩位新星 英格蘭這封線 配置絕對值得期待 綜上分析 最後預計英格蘭 本場對陣法國隊的首發陣容是 皮克福德 凱爾 沃克 盧克 肖 斯通斯 馬奎爾 德克蘭 賴斯 貝林厄姆 亨德森 布卡約 薩卡 福登 哈里 凱恩 英格蘭對陣法國的比賽 被認為是兩支擅長反擊進攻球隊的對決 英格蘭主力後 邀莱斯似乎有不同的觀點 他認為英格蘭在本屆世界盃能夠控制比賽的節奏 換句話理解 英格蘭已經開始進行傳控了 如果結合世界盃開賽之前索斯蓋特的採訪 當時索斯蓋特認為英格蘭要控制比賽 減少對手的進攻威脅 納摩大概可以認為 英格蘭想要的比賽模式 就是高位逼搶 傳控足球 實際上 英格蘭已經打破了 過往外界的認知 英格蘭看上去很強 如今他們正在打破外界的第二個認知 只擅長三後衛的反擊進攻 英格蘭從2020歐洲盃開始就一直主打地面傳控 早就從三後衛陣型變位 四後衛陣型 這一點也能從本屆世界盃的積格關鍵資料得出結論 傳控數據 控球率64.8% 傳球次數排名第三 本屆世界盃控球率超過60%的球隊 有5支球隊 其中排名第三的就是英格蘭 他們在過去的比賽創造了場均630次傳球 控球率高達64.8%的數據 換句話說 不考慮爭奪球權的相持階段 比賽時間有6成左右 在英格蘭腳下完成的 他們早就不是那種讓出球全讓對手進攻 利用後場的斷球 常傳發動進攻的球隊了 在傳球次數最多的球員中 西班牙的羅德里 拉波爾塔 以及英格蘭的斯通斯排名前3 在推進傳球距離最遠的3名球員中 羅德里 斯通斯 馬奎爾排名前5 你可以認為對手實力太弱 導致英格蘭控球高 納摩 除了西班牙VS德國之外 其他高控球率的球隊似乎遭遇強隊的也不多 高位逼強 拿下38次球權 轉化為一個進球 之所以說英格蘭不是一個蹲坑型的球隊 首先在於他們的平均防線高度 本屆世界盃踢了4場比賽 英格蘭除了對陣威爾式的比賽防線高度低於50米之外 其他比賽的防線高度都超過了50米 與西班牙 德國等傳控球隊的防線高度相仿 推高整體防線 自然是為了在前場形成B搶 從而在對方半場拿到球權 目前世界盃32強中 英格蘭在高位上搶下了38次球權 僅次於美國的42次 德國的39次 西班牙的16進巴海莫梯 這些高位球全轉為了兩次順門 打進一球 就連西班牙都還沒有在高位上轉化未進球 荷蘭倒是進了二個 在衡量高位逼強效率方面 最為有效的資料為PPDA 英格蘭的PPDA為10.5 排名第三 一個把防線推到如此之高 高位搶斷如此之多球權的球隊 你能認為是一個蹲坑反擊型的球隊模 明顯不是 當然 相信一定有人說對手太弱的緣故 組織進攻 11次Build Up轉化三個進球並列第一 Build Up這項資料 你可以理解為在面對高位逼強條件下 利用中後場的集結進行層層推進制 造進攻威脅 在這場資料上 西班牙 德國毫無疑問是表現最好的球隊 西班牙完成了19次 德國完成了17次 阿根廷完成了16次 英格蘭的表現怎麼樣呢? 11次 但是 英格蘭通過Build Up製造了三個進球 與西班牙並列第一 這足以說明英格蘭不再是利用後 場掌船發動進攻的球隊 本屆世界盃利用後 場掌船發動進攻最多的球隊 是法國 而不是英格蘭 法國利用長船球已經完成了10次射門 而英格蘭只有3次 英格蘭對陣法國是反擊戰模? 英格蘭對陣法國會蹲坑模? 主教練很難在比賽過程中忽然更換戰術 英格蘭對陣法國的比賽 更加像是一場反擊流、逼搶流的比賽 儘管目前看起來英格蘭的逼搶體系 還遠遠不如法國 英格蘭國家隊佣有足夠 多在俱樂部主打高位逼搶的球員 比如凱恩 比如福登 比如薩卡等等 有時候用過往的經驗看待一支球隊 視對這支球隊取得的變化和進步是不公平的 他們現在也習慣利用控球吸引對手壓上 在快速向前推進傳球 利用凱恩的點發動快速進攻 所以 英格蘭能走多遠 可能在於他們能不能儘量控制自己的傳球失誤 即使用水滴開放大學 等醉囉 跟喂 如果提供信 看,對 沒有